第六章 第九節 似乎不為人所知 卻是人所共知的 似乎要死 卻是活的 似乎受責罰 卻是不自喪命的 似乎幽受卻是常常快樂的 似乎貧窮卻是許多人附足的 似乎一無所有 卻是樣樣都有的 如果你看到人在永生中拥有這件事 你一定會看到一個特質 就是他會今生得百倍 明白嗎?這就是主要數據律所說 他說來世得永生的意思 就是這個人在永恆中 得到這一類型的永遠生命品質 永遠的生命條件 無論你在今生裏面 你將什麼生命條件 願意一命換一命 願意去加援 但這種生命品質和這種生命條件 在來世裏面 你會帶著這個條件 去活在永生裏面 這就是主耶穌說這段說話 為何要用這麼實質的東西去對比 就是這樣 就是原來你關於別人對你的接納 你願意放棄這些的接納 以為神的緣故 而甚至受人羞辱 為什麼? 如果你信主的話 在回教國家 你就會受迫白 受羞辱 但問題是 你現在所受的羞辱 現在似乎是受羞辱 但是什麼? 但是其實是有美名的 就好像寶露在這段經文所說 第八節 荣耀羞辱 惡名美名 似乎是有人的 卻是誠實的 似乎是不為人所知的 卻是人所共知 原來在聖經裡面讓我們知道 在一些人所看 原來這個人好像是缺乏 但其實他是換取永恆裡面的腐足 但是在老弟家教會 他以為自己是一样不缺 他似乎是腐足 但在永恆裡面 他是貧窮 為什麼? 因為他贊取在地上的東西 他心裡牟著地上的東西 所以按著主耶穌所說 這些人所得的 都是在地上的東西 在永恆裡面 是一無所有的這些人 但是有些人在地上 就好像寶羅所說 你以為他一無所有 你在地上 你見他一無所有 他為神付出所有的東西 他有沒有人尊重? 沒有 他有沒有人的接受? 沒有 他有沒有這份腐足? 沒有 但是問題 他好像會一樣東西拿出來 消耗正盡 為神付出 他似乎是一無所有 但卻是各樣都有 現在你就明白 是為什麼 原來我們在地上 用的任何條件 我們捨棄的生命品質 每一樣東西 是為我們換回永生裡面 同樣的生命品質和機能 而我們願意用什麼機能 去侍奉神的話 我們在地上 會看到30倍 60倍 就好像你在教會當中看到 在我們當中 不單是因此運作 你要看 石鞍 無論我們的啟示 我們的明白 這些是我們稱為 人應該有的機能 但問題 你會發覺 我們不是普通人的機能 擴展 石鞍 你會看到 無論我們 第一個momentum 或者現在對聖經的啟示 神所給我們的智慧明白 對醫學的認識 我們對這個世界了解的透徹 我們對政治 經濟 甚至天氣 不單是對過去 現在 甚至我們對將來的了解 透徹 你看不看 這些機能 不是人類的機能 弟兄姊妹 你只能看到石鞍 這些機能 在地上出現 30倍 60倍 100倍 但這就證明了 我們在來世 在石鞍的靈袖 是會擁有這種生命的機能 你知道嗎 這就是主耶穌基督所說的 所以你要看到 在世上 其實如果我們能夠這樣理解的話 那我們就知道 為何神要設立侍奉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在地上 去服侍這個世界的話 基本上 你只用這個肉體便足夠了 你知道嗎 但是為了你侍奉神的話 你永遠都是涉及另一個Dimension 另一個領域 屬靈領域上的付出和需要 就像你侍奉神的話 你在教會 你需要不需要醫治人 你為人祈禱醫治的 不是說你做醫生 給西藥去吃 那種醫治 那這個為人祈禱醫治 是屬於什麼領域的 弟兄姊妹 是不是屬靈的領域 沒錯 原來 當我們去侍奉神的時候 你知不知到 就是原來神要我們做的會 一件事都是要我們誕生 或者鍛鍊或者付出 或者去殺種這些屬靈的機能 屬靈的條件 裡面沒錯 會捨棄了我們用人的方法 我們用人的方法 最喜歡就是 不信 懷疑 懶 很多人的惰性 是很少人喜歡用信心的 所以你看到很多人 就算信了很久 他一有機會 就盡量放下信心 他盡量拿回懷疑出來 你知不知 但是我想告訴你 神在我們的侍奉信仰當中 他要我們去帶領教會 去侍奉 在神的聖殿當中 去將神的真理說出來 而並且神一定要用 祂所給我們的百般的恩賜 去侍奉 對嗎 而這百般的恩賜 包括了一些 不是常人有的機能 是常人有這種機能 但是不是這種屬靈的級數 例如如明伯 如我所說 明伯 有世界都有他們的明伯 但是你見到屬靈的明白是不同的 是嗎 你會看到世界 他有他們所謂的量剛啟示 但是問題是 神的家的量剛啟示 是否不同 你看到不同的 世界都有他們的西醫 而醫人 但是屬靈裡面 神有神職醫治 是嗎 你會看到世界 你都要藉著氣去感動人 但是神的家裡 藉著大人信主 藉著福音去感動人 你看到嗎 世界都有Council的 都有這些社工的 但是神的家裡 是有沒有跟進人 有沒有Council人 有 你看到嗎 全部是我們 是有一式一樣 一些世界會做的條件 或者機能 但問題是神的家 你要用另一種力量 去完成這些事奉 事奉設計 就是為了使我們 直接用另一個Dimension 就是天國的那種機能 去殺種 去用出來 而為了這樣做的話 使我們鍛鍊和換取了 選擇了 擁有這個天國的機能 所以變成 如果在這個地上 你否定了這些機能 做到天上 你明白嗎 你沒有了這些機能 就像聖經所說 現在你就明白這些經文 為何會說這些人會黑眼 很多這些問題 原來我們在地上 我想讓你知道 我們有很多東西可以付出 但每一樣東西都會為你 換來另一個領域的 永生 那種的機能和質素 換句話 在這個地上 你可以在事奉 在信仰上 可不可以付出你的心力 你可以付出的話 這個心力為你在永恆 永生裡 是會得到另一種的心力 沒錯 在這個地上 你付出的心力 是會使你慢慢 膚潔 疲倦 甚至是年紀老邁 你用你的時間去換取 各樣的東西 甚至你用你的體力 甚至有些人 是用他們的自由去換取 你知道嗎 譬如舉個簡單的例子 你看到 在我自己的事奉當中 你們現在所聽到的訊息 我要花多少時間 每一天在這裡預備 去研究 去負責任 去理解 並且我不是這樣聽了 看了就算 我自己去執行 其實 我可以有很多 我自己 由我23歲半的時候 開始教會的時候 我有很多 我自己前面的前路去選擇 但是問題 我願意把我自己的自由 困在自己一個指定的空間當中 用我有生之年的時間 經過現在已經是30年了 是一步一步按著神叔給我的大令 我完全把所有的時間 把我能夠可以到處旅行 或者很多這些 去不同的空間 所謂的這些的機會 我願意去放棄 這份的自由 這份的時間 我願意放棄的話 在泳行裡面 我會有什麼呢 就是我有穿越時間 空間的能力 看不看呢 就是這樣付出 而事實上 你會看到 我在我這個自由 我在我這個時間 我在我自己的空間當中 我現在換來的知識 是超越一般人 在時間空間當中 能夠理解和交換出來的 是不是 你現在試試找大學教授 或者是博士 他們你將困在一間房間 他能不能夠得到我現在 領袖我現在說的話 當然大家知道 心知肚明 不行了 如果不是全世界 所有教會 都是這些大學教授 去做學師也可以 看不到後書第六章 第九節 似乎不為人所知 卻是人所共知的 似乎要死 卻是活著的 似乎受責佛 卻是不至喪命的 似乎憂愁 卻是常常快樂的 似乎貧窮 卻是許多人附足的 似乎一無所有 卻是樣樣都有的 為何故 在心裡 求負神護憂 求備神護憂 尚在神靈光聖地 見平而聖人 尼別無奈奉 尚在神靈光聖地 尼別無奈分盼 尚在神靈光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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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愿献尘 让我心思更生 等我着我手 地盲天带清晨 心寄望永恒 全情付出本身 等结尽我留 从上帝祝人心兴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